国阳路面出现一道长长的裂缝还有些微凹陷 警方到场摆放三角锥并拉起封锁线 避免车辆经过继续碾压 一次是因为凯米台风豪大雨导致淹水形成地基掏空 地点就位在高雄人物巴德西路和巴德一路口 不过目前包括水公司 瓦斯公司 水力局等单位的相关管线 初步都排除有回损外漏情形 怀疑是之前淹水冲走部分地基 真正原因必须等开挖后才能厘清 大量的泡水家具堆叠成一座小山 冰箱 洗衣机 沙发和橱柜等等应有尽有 凯米台风导致人物地区淹水严重 当地清出来的泡水家具量相当惊人 统计人物地区大概每天收的这些垃圾量累计大概800吨左右 凯米台风过后高雄还有许多需要复原的地方 不论是泡水家具的清理还是台风淹水可能导致的问题 都需要各单位共同努力来恢复家园 明天新闻林书铭 陈嘉祥 庄书亭 高雄市报道 明天新闻林书铭 陈嘉祥 庄书亭 高雄市报道 明天新闻书铭 高雄市报道